我負責基督教的這個部分 那我就用靈修跟服事 當做一個主題來報告 剛剛我們兩位在報告的 這個老師他們是集中在佛教跟道教 裡面有牽涉到許許多多的那些儀式方面 基督教相對的儀式也是有 但是在靈修這一部分 就可能跟這兩個宗教 剛剛講的那兩個宗教 它的表達方式就不太一樣 基督教我看 我如果先從一個世界宗教的 一個比較角度來看的話 每一個宗教都有它一個所謂終極關懷 就是它最高的一個宗旨跟理念 然後用這個的終極關懷來界定說我這個宗教 它的身份以及它的一個界尾到底是什麼的 可以當作他們這個宗教團體 這個信眾們要在行道 信道要信但是又要行 當作它最高的一個目標 那麼基督教的一個終極關懷是都引用 耶穌基督他在福音書裡面講的 是說要盡心盡信盡益愛主你的神 就是要愛神 然後再過來第二條的誡命就是愛人如己 這個被認為是最能夠摘要型的摘要式的表達 基督教的一個核心 那麼如果能夠達到的話 你就可以進入永生 進入神的國 看起來這個好像是非常的淺顯 可是要達到的話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你要怎麼具體來施行呢 所以在聖記裡面有很多的典範 我剛剛看到李老師也有提到說在佛教 當然都是以釋迦摩尼這個為典範 那麼在這個伊斯蘭的話 當然會以穆罕默德為典範 那麼基督教當然是以耶穌為典範 還有聖經裡面那些的聖人 像舊約的摩西 新約的使徒保羅 這個都是的 那麼可是呢 這樣子的一個那麼高的境界 你不是說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 你當然還有一些的過程 所以每一個的宗教傳統 它都有一個導引的一個步驟 說你怎麼樣子的才有辦法 要達到這樣的理想的 所謂 我把它稱為叫理想人格 一個理想人格 然後在基督宗教裡面就要透過說 那好 那你就要好好的靈修 又要服侍 那麼這種靈修跟服侍的概念呢 在基督宗教裡面最早 它是從修道院的興起開始的 那麼在最早先的話 如果按照基督教的歷史 在公元第三世紀末的時候 在埃及那個時候就有一些的靈修的個人 還有慢慢的團體集結起來 他們對於這樣的不同身份 你是個人修的或者是集體修的 這個是有附於兩個不同的專有的名詞的 那麼最早的話呢 就有比方說 這個以後這些人就變成了好多好像傳奇人物一樣的 因為記載他們的話 不再用史實都會有一點誇大 所以最早的那種苦修的人 叫做聖安東尼 這個人 然後修道一個非常高的境界的話 連野獸都不敢親近 不敢去侵擾 像這樣的記載 這個都是所謂聖人傳 這個在我們後世的人在解讀的時候 當然都會區別一下跟歷史 實質上歷史的關係 那麼他是個人的 後來以他為主集結了許許多多的人 都是各修各別的在埃及的那種沙漠地帶 那麼呢成為集體的修行 然後變成修道院的 最有名的最早的一個 這個叫做Pakomius 那個叫做我把它翻成巴科米 那麼他呢集結了一群人 因為你如果不是一群人的話 這個個人落單在沙漠地帶 那個當然是非常非常的危險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呢他呢就集結變成了修道院 他個人就變成了修道被推為院長 那像我們今天 這個院長 這個叫Abbet 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阿爸 就是父 就是父親的意思 他有絕對的權威 然後他也呢開始寫了一些的 那些的清規 那麼來規範說你如果是在我們這個團體的話 那麼你到底要是怎麼做才可以 後來呢這樣的一個開始 是第三世紀末第四世紀 就本來在早先是從東方 我們應該曉得基督教的一個發展 如果我們今天都習慣天主教嘛 所以會以歐洲為主對不對 可是呢事實上呢基督教的發展是從東部 開始呢 往 今天的敘利亞 今天的黎巴嫩那個地方 後來呢到了 那個 往那邊去 然後呢到了 今天的亞美尼亞 近東 那個地方 其實是最早的基督教的發達區的 那麼後來呢就進入了土耳其 然後呢在 希臘 就變成了所謂東正教 東正教 是東 這個以後跟羅馬帝國分成東西 羅馬帝國的發展有關 那麼東正教的修行 他有一套他自己呢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我想沒有辦法把歷史講的非常的 這個仔細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呢因為他比較熟悉 所以稍微提一下說在以西方 天主教為主的 後來的這個清規啦 然後呢把它弄成制度化的這個修道院 最有名的 一個規範者 叫做聖本篤 叫Benedict 他的所規範的 那些的清規到了後世 一直到了中古 然後 一千多年以後 甚至到今天 他的所定下來的那些規矩呢 都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 他裡面規範的比方說要守貞樂平 要這個禁慾要守貞樂平 像這個三大規範 然後要服從 要服從 這三大規範 這個是一直到今天 沒有脫離的 基督教的各式的修道院 都以這三個為最主要的 他當初呢提出來 又加上了很詳細的 72條的那個戒規 說應該早上起來就要做什麼 然後呢 白天應該要做什麼 甚至要體力勞動 像這些的規範 他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不管是你是私人的 或者是團體的在一起 都是以這個本篤的清規 最基本的一個代表 這個所以你現在在看很多 特別是天主教的系統 可能他的變化 變動 不是太大的 好 那麼這裡面呢又牽涉到了 就說你是在裡面修行 可是你要服侍 服侍的有多種 剛剛提到的體力勞動是一種 另外呢 因為在中古的修道院 很重要的就是要抄經 要讀經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服侍的一個辦法 那麼呢 在修行裡面呢 當然都是要 明思默想 要禱告 像這些 這些本來是屬於修行的 也把它當作是一種 服侍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當然以後的影響就非常大 各位都曉得 後來 西方的 大學 他的興起 都是源於 這一些的 修道院 就是因為裡面他有那個傳統 蒐集很多的經典 手抄本 然後呢你要做服侍的工作 你就是要抄經 因為以前的 就把這個經典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東西 不是每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的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教育 知識的一個傳遞的一個場所 所以這個 林修跟服侍在中古 是這個樣子的 後來這些的修道院呢 就是後來在歐洲很多地區 就慢慢發展 因為以前歐洲地區 我們今天的看起來是很發達的那些 中歐西歐 北歐 在中古呢 都是所謂蠻族 都是部落的民族的 那麼這些的基督教的修士們 他們就是去這些地方呢 去傳道 傳 這個傳 耶穌基督的這樣的一個福音 然後把所謂文明 帶到他們當中 然後 當然 都是以這一些的修道院為據點 所以修道院就散佈到很多地方 比方說愛爾蘭 在五六世紀的時候 蘇格蘭 這些以前 都被認為是邊疆的地區 就因為這樣帶來的文明 然後用那些的修院 讓很多願意加入這個宗教 虔誠的奉獻者 進到裡面去林修 然後進到裡面去服務 這個都是把它擺在一起的 一直到了 大概第13世紀 11到13世紀 一般被認為是西方 修道院發展 最鼎盛的一個時期 那裡面兩個 比較重要 最有名的 因為他們呢 這些的修道院又變成了一個自己的派別 變成了派別 所以一個修道院 他一個體系底下 他可能底下有好幾百個 好幾百個 不同的修院 所以那個總會的會長 這個修道的 這樣的一個會長 他權力 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呢 跟這個修道院有關的很多的財產 土地 都是歸他來管的 所以變成了另外一個 一方之霸 而且他的一個整個分布呢 又在歐洲許許多多的地方 最有名的叫 克魯尼 庫魯尼 另外一個呢 叫做 西頭 西頭 這個是 然後用形容詞叫 西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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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體系 到了今天 他的影響力還是很大 就屬於這個體系底下的修道院 需許多多 的那個 這個 修士們都關他 都 歸他 來 來 整個說 聽他的指揮 他們修道的一個整個程序也是一樣的 那麼呢 最後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 西頭 西斯特訊的 這個 派 這個修士們 他們呢 還有很多的工作就是要到民間 到很多當時候歐洲未開闢的地方他帶領了很多的農民在那邊屯墾 所以很多的 學者今天在講說他們的服飾就是入室的服飾 他們實質上的對歐洲的農業 有很大很大的貢獻的很多比方說葡萄 種葡萄 我們今天很多不是各國的葡萄嗎 都是因為呢他們就是這樣去就帶領他們去種葡萄 然後呢要做酒啦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學院裡面那個地教 都是一個上等的幾百年來好酒 那麼又跟他們儀式有關 因為這個酒的話 要做那些的我們說聖餐禮 他們叫Eucharist 要做聖餐禮一定都要用到酒 所以呢 這個酒跟 這樣子的一個修 這個修行 然後又跟服飾 整個又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一個發展 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 這種的修院的制度 就比較呢 慢慢的就淡下來了 因為那個時候的整個 歐洲氣氛對於基督教的一個理解就有點走向 比較偏重說是在研讀經典 而不要說變成了出家 去修行 像這樣 可是他在裡面當時候呢 被認為是天主教改革裡面一個 最重要的 就是耶穌會的 創 創教者 耶穌會的創會 會長 就是呢 就是 伊納爵 這個 Ignatius 羅要拉的 伊納爵 他寫了一本的叫神操 這個是一直到今天 400多年的這個神操 變成今天很多基督教做靈修 非常重要 不只是基督教 而且是後來的 整個 在今天 我們在台灣也是 許許多多的人 他們都用伊納爵的神操 來做一個靈修的 好像一本的範本 然後指導的一個範本 他裡面的大致是這個樣子的 他大致要有28天當作一期 那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反思 要跟剛剛講的一樣要進化 看看你個人有沒有犯罪呀 他的後果怎麼樣啊 什麼是正的 什麼是邪的 意思啊 在你內心裡面要得到 得到一種的 敵要 敵蕩 要騰空 第二個階段的話要思考的 耶穌基督的生平 特別是他的 所講的那些福音書的重要的一些的 那些道理 第三個階段呢 你要 冥想 耶穌的受難 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 然後要堅定說 我就是要跟耶穌一樣 要跟他一起 為了他受難 所以要堅定你的心智 第四個的話呢要想 復活的耶穌 然後呢變成說那個是一個最榮耀的 所以要把你這個心呢整個振奮起來 這個大概28天 每一個禮拜有一個主題 一個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 那麼現在有的時間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很多我們呢 耶穌會的修飾 基本上呢都用12天 那有些的一般的平信徒的話 大概是8天用這樣子來的 好 最後呢提到就是說 後來慢慢的新教起來呢 就比較不重視說要去 引修像這樣 就把說你的服飾呢 是要 入室的一個服飾 所以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那修飾呢 去 屯墾啊那個當然是 後來呢 按照的新教的一個解釋說 你凡是 你 受 這個上帝的召喚 你是做老師的 我好好的把老師做好的話 這個就是對上帝的服飾 所以在那個時候從16世紀17世紀以來 他們 把這個英文的字叫 召喚 叫 Vocational 召喚的意思就是你的職業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你的職業是什麼 意思說你的召喚是什麼 這傳統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變成說 你要實質的這樣去服飾的話 這個就是你的召喚了 所以就又把它的世俗化了起來 好那我最後呢提到說在我們台灣 當代的這個 這個基督教界 我們還是重視說有時候你要稍微退隱 所以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你會聽他講說他去參加退休會 祷告會 靈恩會 目的也就是稍微呢 離開這個世俗的世界 然後呢 去真正的有一個僻靜 然後呢要來祷告 民事夢想 來提升他 屬林的生命 另一方面呢 基督教說你要入室要去服務 所以剛剛講的說你的職業就是你的服務 可是另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 那些的醫院 孤兒院 養老院 那些的這個 這個救濟的 或者是有許許多的甚至設立學校 這些呢也都是他入室要服務的 另外一種的轉向 所以我們看起來基督教大概可以這樣 就是說他呢 是屬於說 出世的傾向 可是呢又不能夠離開世間 所以有一種聖 聖跟俗的這樣兩屆 他用這個靈修 跟服務 把它綜合起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簡單介紹這些 謝謝各位